那这个周利潘德 上次跟大家简单介绍 把这个周利潘德他的专长 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 最大的障碍 记忆力很差 很笨 疑笨到什么程度 太严重了 但是释迦牟尼佛有方法 因为他受到那种压力 经过释迦牟尼佛的教导 然后释迦牟尼佛告诉他 用什么方法呢 用什么方法 扫地啊 而且这个 释迦牟尼佛告诉他 他说你要把你的精神 你的意志 集中在哪里 扫地 一边扫地 一边念什么 扫除成果 扫除成果 刚开始啊 这个周利潘德也是一样 太难 好难背 但是人家有这种的心 而加上释迦牟尼佛那种慈悲 教导的方法 他相信自己 而经过释迦牟尼佛那种鼓励 而释迦牟尼佛常常提醒他 你要把你的精神 你要记住 我们念佛的人 精神 意志 意志 其中在这个扫地 不久 真的阿罗汉国 你想一想 今天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念佛 不要说三年 我相信 我相信 半年 顶多一年 你会看到效果 真的 你把你的精神意志 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名后 尤其我们的记忆力 比这个周利潘德更强 你能够集中 你能够集中意志 精神 很快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正果 影响了 释迦牟尼佛这些的大弟子 还有其他的人 一种疑问 大家很奇怪 像周利潘德这样的人 这么愚痴 这么愚笨的人 记忆力这么差的人 还能够赠得阿罗汉国 很多释迦牟尼佛这些弟子 就问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而在问释迦牟尼佛 周利潘德 是什么样的因缘 所以这一生 感召这样的果报 释迦牟尼佛怎么讲 有人问 释迦牟尼佛 当然要说法 释迦牟尼佛怎么说呢 其实 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了解 佛教里面 常常为我们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 因果当然知道 在佛教里面 释迦牟尼佛 常常提醒我们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很清楚的 很明白的 释迦牟尼佛说什么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 本来会成佛的 再笨的人 他也有佛性 他也能成佛 朱利盘特 就是给我们 做了一个 很好的证明 这个大家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没有说 我是老大 你是老二 我们都是一样的 你有机会成佛 你将来会像我一样 我们是平等的 只是现在你迷了 所以六祖会能大师 他的这些学生 问六祖会能大师 六祖会能大师 要入涅槃的那一天 六祖会能大师 怎么讲 你要记得一个原则 你觉了 你就是佛 迷了 你就是众生 所以中风果实 在三十七年里面 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讲什么呢 心 佛 众生 就是这个道理的 你要记得这个原则 你迷了 你就是众生 你觉悟了 你就是佛 你要原则 记得这个道理 所以像周立盘的这样的人 都能够成就 你看那个清朝 知律这一代 有一个名叫 王 黄 什么 黄呆头 有没有听过 黄呆头啊 为什么称为黄呆头 因为他 一个人很笨 人家给他钱 他也不懂用 人家怎么取笑 骂他 讲他 他也笑嘻嘻 也不会生气 一个人孤零零 住在一个小木屋 每天就是这样生活 你看 很愚笨的 人家给他钱 他不懂用 人家怎么骂他 怎么笑他 怎么批评 他一点生气也没有 都是笑嘻嘻的 所以有一天 你看 有一个成道人 看到这个样子 把他带到 一个他自己的道场 每一天叫他做什么 扫地 砍财 砍财 小地 晚上睡觉之前 叫他念 阿玛弥陀佛 你想一想 他每一天 念阿弥陀佛 不到量 念了十几句 他就入睡了 成道人 就拿一个竹竿 进来 又打下去 又骂 还好我的老师 没有用竹竿来打我 一直一打下去 又骂他 你都已经这个样子 这么笨了 你还不弄 不用功 还不努力 还不好好经济 还拖懒 拖懒睡 这个拖懒觉 你看 熬了几年 三年 第三年 最后一个晚上 突然间笑出来 叫得很大声 他的师父 以为我这个土地 又发什么毛病 又拿这个竹竿 又冲进来 又打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讲一句话 哪句话 师父 你今天不可以打我了 你不可以打我了 后来他讲一句话 很重要 他说 师父 你呀很可惜 苦心了十八年 不懂得什么叫做修行 还不如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现在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讲完了 隔天早上到山上 命相惜 合照 一直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三年 像这一类的人都能够成就 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成就 那真的很可惜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把周立盘的 把这个将因果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其实呢 周立盘的这一生 他不是天生笨的 他也不是生生世世都是这么笨的 那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周立盘的 为什么得到这种的果报 你们刚才不是讲 有因果在吗 大家要懂得 了完世间讲得好 了完世间不是讲一句话吗 讲什么 欲知前世因 下面的那句是什么 下面的呢 所以你的起心动力要小心 因果通三世 所以真的 我们这个道理不能怪别人 明白这个道理 你会感谢别人 你今天来成就我的 那为什么这个周立盘的 会有塑这种的果报 感造这样的果报 是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吗 他前世啊 是一个三藏法师 你想一想 称为一个三藏法师 这个地位很高的 这个身份很珍贵的 那为什么称为三藏法师 他因为对这个通中通教 对这个经教 没有一个不通达的 你想一想 像这样 这一类的人 他会犯糊涂 他过去深度是讲经说法的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他非常有名的 只是他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呢 他讲经说法的时候 喜欢跟大家 总要留一手 不卷不讲 为什么他不卷不讲 因为他讲出去 大家能够学会 他学会之后呢 超过了他 产生了基督 所以他每一次讲经说法 每一次出去讲经红法的时候 喜欢什么 常常留一半隐藏 不跟大家讲实话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令法呀 这个令色啊 所以你看 明明这个法不能留的 金刚经已经讲了嘛 不是说我们世间法 连佛法你也要放下 你看他有这种的毛病 讲经的时候 喜欢留一手 所以因为这样的愚痴 这样的喜气 令色令法 所以啊 这一生感到了什么样的果报 愚痴的果报 说立盘的就是这个样子 像以前 以前那个 我们小的时候啊 很多人说 师父要不要写功夫 写功夫啊 要付钱的 有一天有一些学生 老师 还有哪一招 他没教吗 我全部已经教了 其实他没全部教 为什么呢 有一手嘛 如果有一天这个学生 不听话的时候 我用这一手来压他 你看 释迦牟尼佛 没有这个样子的 释迦牟尼佛 在《涅槃经》里面不是讲的吗 我该讲的 我已经讲了 我们都是一样 本来都是有佛性 你将来会成佛 跟我一样 我今天成佛了 你也是一样 将来都是一样 都是平等的 周历盘德 就是犯了这种的毛病 那你想一想 我们认识佛法的人 我们学习讲经的人 不敢犯这种的毛病 有什么讲什么 人家问 会答 我们就会解答 不会解答的 我们就不会的 一句话 不争也不减 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的 所以你看老儿上 为什么佛报这么大 你看老儿上 为什么佛报这么大 法布师嘛 你看老儿上 还没奖金到哪个地方 人还没到 什么先到 法宝啊 他法宝先到 免费流通 欢迎流通 人就来 奖金 法布师嘛 所以他福报很大 而且 我刚刚出家两年 我师父叫我管什么 法宝流通 书是免费的 有一本书 要把它翻译 英文文 从英文版 印尼版 哪一本书是什么书 了凡视讯 那这一本书是谁讲的 我们老和尚讲的 我师父 我不想得到 家伙神 我们今天 前面 都从英文中 都能重大 凡视 前面